好 一起來關心天氣了 北部地區觀眾朋友今天應該有感受到 這個溫度是明顯的回升了許多 不過要提醒大家 因為受到輻射冷卻的影響 因此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這一段期間 還是偏冷的 尤其現在氣象局還是持續針對了 久的縣市發布了低溫特報 所以晚上還要出門的觀眾朋友 記得要多穿一點了 至於明天天氣狀況 我們從地面天氣圖上面可以清楚的來看到 主要來說 雖然說冷空氣是減弱了 但是還是吹這個偏東北風的關係 所以溫度整體感覺起來還是比較涼一點點 而另外在淫風面地區也要留意 還是會有這個水氣的 我們從雨區域報圖可以更清楚的來看到 今天的主要降雨的區塊 是落在東北部一帶八環 像是基隆北海岸 還有在宜蘭都還是有一些降雨 到了明天其實差不多 而且水氣會稍微再多一點點 你可以看到這些地方 都還是會有一些短暫的雨勢了 接下來帶您關心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好 首先先來看到北部地區 明天在基隆跟新北市還是會有降雨 台北多雲溫度是14到21度 比較溫暖一點點 另外在桃園多雲 新竹跟苗栗是晴島多雲 溫度是11到20度日夜溫差大 在台中 彰化跟南投是晴島多雲的天氣 溫度是10到23度日夜溫差也比較大一些 雲林嘉義跟台南是晴島多雲的 溫度是11到22度 至於在高平地區天氣也非常的穩定 溫度是14到26度 好 往東不走啊 明天在宜蘭還是會有降雨 在花蓮跟台東是晴島多雲 溫度是16到24度了 至於在外島地區 明天在馬祖跟澎湖雲量比較多 金門市晴島多雲 溫度是11到18度